12月20日星期六傍晚 纽约市长白思豪召开记者会 在他走过的时候 人群中的警察一直转过身来面对墙壁 向市长表示抗议 这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下午 当他到医院去看望受害警察家属的时候 在场的警察也统统转过身去 冷落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市长 就在这天下午三点左右 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里 有两位在警车内执行任务的警察 猝不及防地被一名黑人开枪打死 子弹击中了两人的头部 现场惨不忍睹 父亲的警察立即追赶过来 凶手没跑多远便引弹自尽 被打死的两名警察 一名是有七年警灵的华裔刘文健 另一名是拉美伊警员拉菲尔·拉莫斯 刘文健刚刚新婚两个月 拉莫斯已婚 有一个13岁的儿子 凶手来自马里兰州的巴尔蒂摩市 名为伊斯梅尔·布林斯利 现年28岁 在前往纽约之前 他开枪打伤了自己的女友 之后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声称要为在密苏里州 福格森被警察打死的迈克尔·布朗 以及在纽约被警察恶吼致死的 埃里克·加纳报仇 在纽约警察接到来自 巴尔蒂摩警方的报告之后 仅仅5分钟 凶案便发生了 福格森案件之后 美国各地包括纽约市 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 市长白思豪发表了一系列 偏向于示威者批评警察的言论 其中有一次 示威者暴力攻击警察被录了下来 尽管看到录像 市长依然说 那是一次据说有过的攻击 纽约市的警察工会 因此而提出严厉的抗议 有不少警察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 声称 如果他们在执行任务时遇难 白思豪市长不得参加他们的葬礼 星期六的惨案发生后 纽约市警察工会的领导人 帕特里克林奇发表声明说 今天晚上 许多人的手上沾着鲜血 特别是那些以抗议的名义下 在大街上鼓动暴力 破坏纽约市警察每天的努力的人 手上沾着鲜血的人 首先就是市政卿中 坐在市长办公室里的人 白思豪市长在前往医院 看望受害者家属时 对在场的警察说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而一位警察回答道 并非如此 在记者会上 白思豪说 我们应靠警察来保护 我们不受犯罪分子的伤害 他们是社会的基础 对他们的攻击 也是对这个社会良知的攻击 美国之音 龚小夏 莫菲 华盛顿报道